一分钟好成语 面红耳赤 典故说明 子文为春秋楚国人 在楚城王时任令营 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在任期间 秦于国阵 秉公执法 从不以权谋私 以私害公 二十八年间 曾经三次被免职 又三次复职 但他无论是免职或复位 都不会表现出喜悦或怨恨的样子 而且每一次办理一交 一定清清楚楚 巨细迷遗的交代所有事宜 孔子因而称赞 他是个忠于职守的人 宋代朱熹论及此事 感慨地说道 惊人有些小厉害 便至于头红面赤 就是说现在的人 为了一些迎头小厉 就可以争得满脸通红 与子文不韵不火的修养比起来 就显得差多了 这里朱子以头红面赤 形容人们为争夺事物 又急又怒 满脸通红的样子 后来面红耳赤 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人因紧张 焦急 害羞等而满脸发红的样子 今天学会面红耳赤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